今天在校園裡有一起爭議事件 就是高雄市立三名家商 規定女生以穿裙子為原則 如果想要穿褲裝 必須要特別申請 而且有學生指控說 部分教官要求學生 如果沒有提出醫生證明 就必須要先去跟輔導老師談一下 看看有沒有性別障礙 不過學校今天趕快澄清 教官並沒有這樣說 不過女生在夏天穿長褲 的確是需要經過額外的申請 現在他們聽到了學生有不同的意見 會考慮修改目前的規定 高雄市三名家商的制服 曾經被評選為高中職最佳制服 學校也多次舉辦校園制服調查 在設計上納入學生的意見 不過該校規定 女生夏天制服是裙裝 如果想要穿褲子 得特別提出申請 甚至還要付上家長或醫生證明 讓學生覺得很不合理 規定一定要醫生證明 對啊 醫生證明 可能是皮膚科或是身心科 三名家商目前約有1500位女學生 500位男學生 有女學生在臉書上反映 想申請穿長褲 因為沒有醫生證明 有教官要他先去看輔導老師會談 看看有沒有性別障礙 學校出面否認教官這麼說 並強調審查很開放 沒有刁難 教育的立場上面還是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合宜安全的服裝規範 皮膚病的需求 甚至說他單純就是對群裝沒有好感 那我們還是通過 這張穿長褲的申請表格 就是學生所說的長褲證 每學年申請一次 學生必須經過家長 導師 教官 身府組長 以及學務主任等五個關卡簽名 還需要出具證明 據瞭解這個學期 只有二十二個人通過申請 有學生就說 因為程序太複雜 就算覺得穿裙子不方便 也不會主動申請 現在穿長褲 還要經過特許的情形 受到外界關注 校方表示會考慮放寬規定 不過卻凸顯出學校認為 女生就應該穿裙子的刻板印象 和管理心態 記者東方 陳昇坤 高雄報導